出国玩 伴手礼纪念品不能少 除了穿的用的 大家最常买的就是零食美食了 最近日本潮行的焦糖烤布雷冰淇淋 吃起来软棉奶香食俗 深受大家喜爱 但因为现在国内潮商贩售量少 就民众想说趁着到日本玩时 买回来台湾 送礼自己吃都很棒 一口气带了八盒 以手提的方式要上飞机 没想要再通过海关时 就被拦了下来 八盒统统被丢进垃圾桶 民众相当心疼 也很不解 认为这冰淇淋 怎么不能首提出镜 对此就有专业网友解答 说像这样的冰淇淋 布丁 果冻等等 都是属于一体 因此超过一百毫升 就得以拖运方式上机 民众一口气提了八盒 当然超过 难怪会被海关回收 也提醒大家注意了 要是下回从日本 想带这些好吃的回国 入关前仔细看看 否则花了钱 却全进了垃圾桶 东西新闻生活中心 Tarro的